高雄市桃源区一夜大雨过后 在复兴里的拉库斯西西水暴涨了 也冲进了民宅 附近居民就抱怨 每次只要一下雨 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要勤勤 透过现场的记者报经营告诉大家 好那么谈美台风 让南台湾一整夜风墙宇宙 那么可以看到 在高雄市桃源区的复兴里 这个拉库斯西的西水 在一夜大雨之后 整个西水暴涨 不但是这个冲进了附近旁边的民宅 甚至这个西水暴涨上来 淹过了马路 让现场已经分不清楚 到底哪里是这个西水 哪里是马路 那么事实上 这已经是高雄市桃源区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 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那么附近居民说 每次只要大雨一来 他们就要担心 家园很可能会被冲毁 那么这样子的景象 他们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重复上演 只要每次下大雨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么事实上 在高雄市桃源区 去年611水灾的时候 就是因为 拉库斯西的西水暴涨 造成附近有九户民宅 整个被冲走 那么当时 政府就说要帮他们 来做加强 这个西水旁边的 这个防坡体 不过一年过去了 可以看到 这样子西水暴涨 蔓延上来 道路的情况 还是一再的重复上演 那么这一次的台风 再一次的造成 整个西水暴涨 那么附近的民宅 又被西水给冲进来 那么居民都很担心 如果雨持续在下的话 这个西水很可能 又会将这个附近的民宅 给冲毁 那么以上 现在最新情形 镜头交还棚内